民眾來到共購車站常會有深陷迷宮的感覺 為了增加車站指標的異變濕度 台北市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與台鐵捷運等單位 針對四體共購的南港車站進行指標及環境優化 打造高齡友善車站 特別邀請了我們的高齡長者 還有失聚症的長者及專家學者 實際到我們的南港車站來進行模擬體驗 並回饋相關的意見 同時我們也招開了採觀學的共識會議 讓參與的企業分階段來進行修正或優化指標 廁所等環境設施 目前階段性已完成 具有高齡友善原則的領導指標 包括台北南港站 它在避難初三圖中 會加大民眾目前所在的位置標示 另外環球客戶中心在南港車站店 更是在商場的重要交叉路口 更新引導指標圖 它有新增樓層的標示 還有離重要地標的距離等等 另外有關童的捷運南港站 還有國光客運的南港轉運站 西站這邊他們也有進行優化 還有新增的一些指引圖 今年在二月的時候 我們捷運在昆陽站就有接到 獅子長者的家屬的協巡 我們這個車站也立即通報了 周邊線上所有的車站 其中我們南港站 接到昆陽站同等的通報之後 很快的我們就在車站裡面 就找到了疑似這位獅子的長者 這兩年來我們也陸續推動 我們相關的指標字體的放大 讓長者可以更方便的辨識 除此之外我們捷運的南港站 我們也進一步加入 高齡資源整合的服務團隊 簽了這個認同卡 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表示 提供高齡失智友善之交通 購物用餐環境 可以讓長者勇於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也呼籲家中有長者的民眾 因鼓勵長者走入社區 增加社會互動 將有助於活躍老化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